萨德问题和芯片问题 哪个是中韩之间的核心问题 中韩双方一些外交信号应该如何解读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韩国军方14号表示 韩国政府到9月中旬的时候 可能就会走完了向美军出让 萨德反导系统所占用军用土地的一个程序 这个表态让国内很多人非常激动 说韩国又出尔反尔了 翻脸比翻书还快 中韩会晤刚刚结束不到24个小时 韩国就又变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不会在中韩之间制造特别大的矛盾 跟前几年情况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青岛会晤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前几天中韩外长在青岛会晤中 确实就萨德问题交换过意见 阐述了双方立场 并且达成了一个一致 就是认为应该重视彼此安全关切 重视彼此安全关切 这几个字信息量是不小的 意思就是中国明白韩国面对朝鲜的导弹压力 有建立反导系统的安全需求 韩国也必须理解中国出于战略安全考虑 对萨德系统的担忧 有这句话垫底 意味着后边的意见冲突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所以在这句话基础上踩到了后边那句 双方表示会努力予以妥善处理 不使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绊脚石 所以这个事就注定了不会特别大 而在随后一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中方表示基于双方的谅解 这里有谅解了 中韩双方阶段性稳妥处处理了萨德问题 注意是阶段性的 就说明并不是彻底达成了一致 意见还是有分歧的 后边还会谈 希望谈成什么样呢 就是希望韩国方面拿出一个承诺 你装萨德也就装了 但是你如何使用 会不会加入美国的反导系统 这个你要跟我做保证 说清楚 所以双方表态这种外交方面的词令 每个字都要含义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细嚼慢咽的去读 青岛会晤期间 韩国并没有说过不会部署萨德 那么既然没有这种承诺 所以简单说韩国翻脸 恐怕也是不准确的 而且随着朝鲜导弹的发展 还有未来可能继续进行试射示威 恐怕韩国对萨德部署的要求 还会更颇切 那么面对这种局面 中国这次的外交应对 跟上次也完全不同 是体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策略 上次我们还记得 大家对韩国商业进行了一次大抵制 虽然是充分表达了中国态度 但是也没有让韩国放弃什么 这次中国的对策就不是去赌 而是用安全和利益 对韩国进行一个战略捆绑 首先韩国在四国芯片联盟问题上 表现出了很好的独立性 拒绝配合美国 对中国进行制裁和限制 这种态度是必须要鼓励的 而且对中国来说 现阶段保证芯片供应 对我们来讲更重要 反而是萨德要完成部署还早 而且韩国离我们也近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干掉萨德阵地也很方便 所以在重要性排序上 萨德问题优先级别靠后了 而且这几年我们也看到 韩国在涉及中国的很多问题上 对美国都没有充分配合 跟日本完全不同 这个趋势是好的 而且要保持 那就一定要让韩国 把主要矛盾集中到日本头上 甚至把矛盾引到美韩之间 这不是韩国刚刚爆发了反美大游行吗 在韩国能有一万人上街反美游行 虽然不是人很多 虽然影响力有限 但是也在表扬 所以要给韩国一些安全感 避免中韩矛盾扩大计划 把韩国重新变成一个美国政策的积极配合者 所以地缘政治也好 国家间的博弈也好 这种事不光手里要有棍子 还有填棗 对外处理各种关系 既不能是填棗给的过多 也不能只想着用棍子吓唬 两种手腕如何配合 这个就是外交技巧 好 为什么这次面对韩国的萨德问题 中国外交表现的不像上次那么激烈 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聊